好 昨天呢 洪仲秋案起诉了18个人 今天这些被告要被已审到军事法庭 而另外被积压的被告 现在还有必要继续积压吗 现场的最新情况 赶快请主播郑一坚来告诉大家 一坚请说 好 就在军事法庭 昨天侦查终结之后呢 目前在军事看守所里 还有四名被告来收押 那么分别就是呢 五四两旅的副旅长何江中 他之前呢就是告诉这个徐姓正 如果你不关洪仲秋 那我就关你 好 徐姓正目前呢 五四两旅的连长 他也在收押当中 另外还有五四两旅的 这个上市范左宪 以及呢禁闭市的中市陈一勋 四个人 今天有没有机会来已审呢 有可能会从这个看守所来 已审到军事法院 那么这也是今天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的重点之一 那么稍早的时候呢 我们也打电话问了 这个徐姓正的委任律师 律师告诉我们 他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收到军事法庭的通知 说要已审 但是不排除最快是今天 那么最晚也是在明天 就有可能会已审到军事法院 已审到军事法院之后要做什么呢 好 第一个重点 有没有串工之余 有没有机会来交保 或者是持续来羁押 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好四名被告的家属的部分 因为今天是礼拜四 所以军事法庭呢 家属是可以来探望的 有没有机会这个家属 四名被告的家属 今天会来到军事法庭来探望呢 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观察的重点之一了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在昨天呢 这个整个军事这个贞结之后呢 好 我们来看到了这个陈奕勋 他可以说是来操练红仲秋的 但是目前呢 从昨天的贞结的结果来看来呢 他一个人啊 犯被判的刑 可以说是罪重的 好 他明明就是一个这个军人 他被起诉的是凌虐军人致死 那么罪重会判什么呢 会被判到无奇徒刑 那么这样听起来呢 很像就是这种一人好像把整个罪都扛起来 因为他的位阶其实并不高哦 包括呢 像这个副旅长啊 连长啊 他们都没有被判这么重 为什么陈奕勋他一个人会判到这么重 最重是无奇徒刑呢 请看我们详细报道 之前才被媒体募集 陈奕勋的妈妈到庙里烧香祈福 希望儿子能够在红仲秋暗中 不要成为高官的替死鬼 如今初步调查 结果出炉 听到陈奕勋将背上最重的罪名 他的阿嬷也难掩激动 为孙子抱不平 两六九旅士官陈奕勋利用不当操练手段 操死下事 红仲秋被军检署认定 涉嫌造成红仲秋体力不堪 附和死亡 触犯上官戒事 凌虐军人致死罪 将从众量刑 最高恐将杵 无奇徒刑 军检起诉书也痛批 陈奕勋利用上官职权 对红仲秋施以肉体和精神上 违反人道的残忍训练 导致红仲秋身心健康 和人格严重受创 恐怕将会是所有涉案 严重罪名最重的 陈奕勋阿嬷语气透露出无奈和心疼 在亲人眼中孝顺又听话的他 如今恐怕面临罪重无奇徒刑 也让家人更担心 这位新闻林医生马尔廷 一栏台北参谎报道 好 另外我们要再来看到 好 整起红仲秋被关到 禁闭式案件 最关键的一个人物 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 五四两旅的副旅长何江中 当时呢 他跟他的连长口气非常的重 他说你不关他我就关你 好 那这个连长徐夕正 他当然也很害怕 我也很怕被关啊 那么尤其是他 下了这么重的命令之后呢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徐夕正果然就照办了 好 红仲秋最后也被关到 这个两六九旅的这个禁闭式 不过另外一个重点要来看到的是 明明是五四二旅 为什么要关到两六九旅 谁来瞧的呢 好 就是何江中来瞧的 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何江中到底为什么 他好像就是铁了心 说什么我都要把你关到禁闭式里 到底是为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红仲秋关禁闭式 效率快得吓人 一层一层火速通关 原来副旅长何江中 扮演了关键角色 为了要关红仲秋 何江中无所不用其机 甚至还透过关键 亲自瞧床位 翻开军方统整的 红仲秋死亡案摘要说明 直指何江中代为询问 两六九旅有没有空床 最后这一封关键简讯 左右了红仲秋命运 事情瞧好之后 何江中还亲自寄简讯 说有床位可以关了 但这还不够 他还亲自面告徐姓正 你不关他就换我关你 除了不断打电话 催寻进度 回顾何江中为了速办 红仲秋 更从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四点 就发简讯 告知徐姓正 有床位 明天可以关了 晚上六点再加码 威胁徐姓正 把红仲秋抓去关 不然我关你 甚至晚上七点 何江中还当面斥责徐姓正 说你们连上 居然有这么嚣张跋扈的人 需要退伍了 关不到他 我早就协调好269旅的副旅长 明天早上 把他送去禁闭室 你不关他 还我关你 还丢下一句 人事科速办 简讯公式和电话 抠不停 在当面给徐姓正 saving 副旅长何江中 从问床位到盖章 和亲自送千尘 给旅长沈威智 只花了短短十个小时 就把红仲秋推进 无情的禁闭室 一条人命的死 何江中难辞其咎 专闭室 郭向邱顺文台北 采访报道 那么今天在军检署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昨天裁定这个收押的四名被告呢 今天渴望呢 从这个看守所会 已审到军事法院 那么由法官来排定 裁定到底是要积压 还是持续来交保 那么家属也有可能在今天 可能是上午或者是下午 就是礼拜四 今天呢 有机会可以到贪守所 来探望四名被告 那么以上是军检署的 最近情况 时间还给棚内 谢谢大家